9月12日,德云社张久南发文晒出郭德纲于谦海外专场海报,四场专场票已经全部售出,还特别的标注上火热受庆,闪电受庆,瞬间受庆的字样。 看到这一幕,网友们也纷纷地送上祝福,希望德云社海外专场演出顺利。 也有网友表示,郭老师真的是说话算话,什么时候能把逗孝社第三季安排上啊? 据悉,本次演出除了郭德纲于谦,还有高峰鸾云亭,张久南高九成,烧饼曹赫阳,而且看郭老师的IP,郭老师已经先行抵达澳洲了。 看到张久南能够跟着师傅一起国外巡演,不少网友直呼张久南真是站起来了,离时队队长也不远了。 自从2011年郭德纲在悉尼举办相声专场之后,几乎每一年郭老师都会带着徒弟们到海外举办相声专场,而且每一次的演出都坐无虚席,真正让中华传统文化迈出国门,走向世界,一家民间相声社团能够有这样的实力。 属时是不可小觑,也是不可复制的,国外巡演即将开始,国内演出安排的也是非常密集的。 张云雷、杨九郎在苏州的相声专场将在月底举办,张赫伦、孟赫棠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都有演出。 德纹三宝A组、B组也开启了巡演模式。 古曲社的邮轮专场也即将开始,国内演出不断,国外也有安排。 属时做到了把相声更好的传播、传承下去。 从相声到京剧再到古曲,郭老师对于传统艺术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相声在海外能有如今的名气,郭老师也是功不可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